小说,丹武双绝,作者,飞翔蜗牛,第41-60章,丹武双绝,第41章,天赋神通的坏处。 秦明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那么,你平时有使用天赋神通炼丹吗? 当然,清老毫不犹豫地答道,那你知道,天赋神通形成的原因吗? 秦明笑了笑道,清老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根据我的了解,天赋神通是在一个人的灵魂中,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 每个人天生就注定了的,有的人好,有的人差,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秦明笑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你说得对,也不对。 首先,天赋神通确实是在灵魂里,这个虽然只是猜测,可这是事实。 其次,天赋神通不是注定的。 不是注定的? 清老双目猿争,惊讶地看着秦明。 确实不是注定的。 天赋神通不但不是注定的。 而且还可以修炼得来,可以掠夺得来。 掠夺? 清老彻底惊呆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么惊世骇俗的言论。 对。 秦明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眼中充满仇恨。 他想起了那个,一心想要掠夺他神级天赋神通的女人。 不过你不用担心,天赋神通的掠夺非常难,一般的天赋天赋神通都不值得掠夺。 天赋神通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天地的赐予。 天地赐予? 这么玄奥的话,这是清老第一次听说。 你知道神级天赋神通吗? 秦明神秘地问道。 神级天赋神通?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有黄级、玄级、地级、天级,从来没有。 听说过,有神级天赋神通。 清老内心翻天覆地的变化着,没有想到,第一次清明的教导,就得到这么宝贵的知识。 清明笑了笑说道,你不知道也正常,这个秘密一般只在五圣五帝中流传。 神级天赋神通是晋级五帝的唯一办法。 五帝? 清老都吓傻了,神级天赋神通居然牵扯到五帝级别,这太匪夷所思了。 好了,这些都太远了,我们来谈谈天赋神通对丹道的影响吧。 清明转移话题说道,清老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缓过神来,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么隐秘的事。 天赋神通对炼丹有好处,也有坏处。 有坏处? 清老被这个结论吓了一跳。 是的,有坏处。 清明看着清老,笑了笑继续说道, 天赋神通阻碍丹道实力的进步。 阻碍? 不可能。 要是没有地级的天赋神通,我不可能成为丹王。 我突破丹王境界,天赋神通就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清老摇了摇头,否认清明说的话。 那么晋级丹王呢? 你这辈子,要是还借助丹道的天赋神通, 你还有可能晋级丹王吗? 不可能。 哪怕是炼丹道死, 你也不可能晋级到丹王。 这,这可能是我天赋不够。 清老想了想说道, 清明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清老,你可是散修。 你没有依靠任何势力的资源,就晋级到丹王。 你的丹道天赋都差,那谁的天赋好? 清老的天赋比前世的清明好多了, 只不过,他一直都借助着天赋神通在炼丹, 所以才迟迟没有突破丹王境。 丹武双绝第四十二章 清明炼丹 你知道吗? 天赋神通分为黄极、玄极、帝极和天极。 就不说玄极和黄极天赋神通了, 觉醒黄极和玄极天赋神通的人, 都是没有炼丹天赋的人。 那么我们来说说, 帝极和天极。 根据我的研究, 觉醒帝极天赋神通的人, 一般只能达到丹王境界, 想要成为丹王, 这真是走了天大的运气, 侥幸炼制出七品丹药而已。 而天极天赋神通, 最多只能成为丹圣, 一般人只能借助天极天赋神通, 修炼到丹尊。 至于丹帝, 那是想都不用想。 哪怕是侥幸成为丹帝, 也只是炼制出一两颗的九品丹药而已。 秦明笑了笑, 继续说道, 当然, 我刚刚说的这些, 都是没有借助神器要顶。 要是有神器要顶, 还是可以增大些晋级的成功率的。 至于丹神境界, 需要天极天赋神通, 神器要顶, 还需要天大的运气, 才能够晋升为丹神。 从古到今, 也就只有一个神丹师。 你也就可以想象他的难度了。 听到秦明说得这么有理有据, 秦老不得不承认, 秦明说得在意。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继续晋级丹皇? 听到丹皇二字, 清老精神一阵, 这是困扰他好长的问题。 他也拜求过好多的丹皇境界的炼丹师, 他们只说自己天赋不够, 根本就没有说怎么解决。 到最后, 他都有些相信, 自己是因为天赋不够, 才没有办法晋升丹皇。 秦明没有卖关子, 继续道, 你之所以不能晋升丹皇, 一个是你天赋神通只是地级, 确实不足以让。 你晋升丹皇?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你基础不够扎实。 基础不够扎实? 清老摇了摇头, 不可能。 我炼制一品, 二品丹药能够达到上品, 有的时候还能够达到完美, 而三品丹药我也能够做到上品。 甚至是六品丹药, 我都能够做到中品, 我基础很扎实。 一般, 只要丹药境界比炼制的丹药高一个等级, 才能够做到中品。 所以说, 武王境界能够炼制出中品的六品丹药, 基础很扎实。 真的很扎实吗? 秦明笑了笑说道, 你把丹顶拿出来, 我亲手炼制一炉丹药给你看下。 秦明为了更好的掩饰, 打算不借助丹神之体。 好! 清老听到秦明说要掩饰炼丹, 很是兴奋, 瞬间就从空间戒指拿出了他的丹顶。 秦明点了点头, 也从空间戒指里面拿出了些许灵植。 清老一看, 这些是灵植他都很熟悉, 他刚刚还炼制过来的, 这是聚气丹所需要的灵植。 你看好了, 秦明随意地走到丹顶旁边, 直接把手放了上去, 瞬间炉子里就是熊熊大火。 这, 清老目瞪口呆, 温炉有这个温法, 不是应该要慢慢地用温火温养吗? 怎么用这么大的火? 这样丹炉里的温度, 怎么可能均匀? 秦明没有看清老的脸色, 直接就是把地上所有的灵植 一股脑地扔了进去。 你在干什么? 清老这个时候, 已经有些怀疑, 秦明到底是不是真的会炼制丹药了? 昨天晚上, 秦明是不是表演的戏法, 怎么可能这样炼丹? 丹舞双绝第43章, 一万年,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那炉子里面的灵植就都已经融化成为液体, 根本没有他想象的变成焦糊。 这怎么可能? 秦老觉得, 今天一天受到的刺激, 比一年的都多。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但你把药顶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你也能够做到。 秦明话不多, 可是谁又知道, 他达到今天这个境界, 前世吃了多少苦。 可以这么说, 前世他吃饭睡觉都在单房, 整天就陪着丹炉睡觉。 丹炉的一切构造, 他都无比的熟悉, 他可是炼制了整整一万年。 一万年, 丹炉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灵植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唯一。 最终, 他打破瓶颈, 一路高歌猛进, 成为举世惊叹的丹帝。 他天赋不是很好, 甚至故意没有觉醒天赋神通, 等到他和丹炉, 灵植融为一体之后, 什么天赋, 都在他们面前, 成为狗屎。 我即是丹, 丹即是我。 宁! 丹炉火焰迅速熄灭, 一颗颗丹药凝聚而成。 开炉吧。 秦明神情淡然地说道, 这和他一万年来, 炼制丹药的情形都一样, 根本没有什么好看的。 好, 好, 还在愣神的青年听到这句话, 瞬间反应过来, 慌慌张张地把丹炉的盖子打开。 一, 二, 三, 九, 一, 二, 三, 十九, 二十, 天哪, 整整二十颗丹药, 全部都是完美级别的。 清老震惊地看着秦明, 问道, 秦, 秦少爷,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说一副灵植, 只能炼制十颗丹药吗? 这可是公认的事实, 你是怎么打破这个常理的? 这种提升五到十例的丹药, 一副灵植就最多炼制十颗丹药, 这是常识。 因为快, 秦明无比肯定地说道, 快? 是的, 快。 秦明点了点头, 说道, 你知道吗? 不管是你溶解灵植, 驱除杂质, 这些所有的步骤都在浪费灵植里面的药性, 只有速度足够快, 才能够保证灵植里面的药性不湿, 才能炼制出最大数量。 快! 清老若有所思那么, 怎么才能达到你这种境界? 达到我这种境界? 听到这话, 秦明笑了起来, 不难。 只要你这样炼制一万年, 你也能达到我这种境界。 可惜, 丹道的神级天赋神通只有一种, 哪怕是你晋升丹神之境, 也不可能得到丹神之体。 一万年, 丹神之铁。 清老不知道, 秦明在说什么。 摇了摇头, 秦明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好了, 来说说, 你要怎么达到丹皇。 清老听到这话, 马上正经微作, 他现在对秦明无比的幸福, 能够这样炼丹的存在, 哪怕不是神丹师, 最少也是丹地境界。 能够得到这种级别的存在教会, 真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你之所以不能晋级丹皇, 是因为你的基础不够扎实。 既然这样, 那么,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锻炼基础。 什么时候, 你能够把六品丹以下的所有丹, 都炼制成完美? 那么, 你就可以毫无阻碍地, 晋级丹皇境界了。 对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平时炼丹, 千万不要使用天赋神通。 秦明淡淡地道, 是, 秦明点了点头, 要是得到您得教诲, 我还不能达到丹皇,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丹五双绝, 第四十四章, 晋级武士九层。 这天, 秦明没有修炼, 一直教导秦明, 从最基础的炼丹, 到丹皇境界之后, 应该怎么走? 深入浅出, 秦明和秦明谈论了很长时间, 秦家, 客厅。 秦渊, 秦情和他的母亲, 正在客厅里吃早餐。 秦渊惊喜看向秦情, 女儿真的一整夜, 都没有从清老房间出来。 真的, 秦情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还以为, 哥哥只会进去一下。 没有想到, 今天早上, 他还在哪里? 害得到现在, 都没有人陪我玩。 好, 好。 秦渊高兴地大笑, 看来秦明是跟着清老在学丹。 这样, 我们秦家就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炼丹师了, 明儿也会很有出息。 那就好, 只要明儿能够学会炼丹, 那么以后, 秦家就会发达起来, 再也不用靠谁。 秦母也是非常高兴, 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儿女有出息。 秦情, 你以后少找你哥哥玩, 你哥哥现在正在学习炼丹, 这是关键时候, 你可千万不要打扰到他。 秦母看向秦情, 嘱咐道, 知道了, 知道了, 秦情有些不高兴地扒了两口饭, 说到我吃完了, 我去练功了。 说完, 秦情就大步跑了出去。 这孩子, 秦母无奈地摇了摇头, 秦明练功房, 灵气环绕, 雾气生疼。 哎, 我服用练气丹修炼, 实在是太慢了, 看能不能尝试着服用锯气丹来修炼。 秦明摇了摇头, 看向手中的下品锯气丹。 要是别人知道秦明的想法, 估计, 能够打死他, 两天提升四个等级。 就算是这样, 秦明都还觉得慢, 让那些半年才提升一个等级的寻常舞者怎么活。 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秦明把手上的丹药往嘴里一塞, 死命地运起混员工的功法来。 疼。 秦明感觉自己吞下去的不是锯气丹, 就像是一颗毒药。 快点, 歇, 你给我快点歇。 秦明内心死命地呐喊, 拼命地组织起全身的肌肉, 骨骼, 吸收着丹药中的灵气。 还好, 这只是下品中最差的锯气丹, 要是上品的, 秦明就只有吐出来了。 呼, 终于把丹药里面的灵气吸收完, 现在我的实力应该更强了吧? 身体也应该更加结实了。 秦明握了握他的小拳头, 感觉自己每天的变化, 欣喜地笑出声来。 现在, 我已经是五十九层, 看来锯气丹里面的灵气, 果然不是炼气丹能比的。 三天一个轮回, 看来, 我要突破到五十境界, 也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 嗯, 也不是很慢了。 要不是为了打好基础, 秦明其实现在就可以突破了。 可是, 秦明的目标, 可不是恢复到前世的武功修为, 他的目标可是五神。 没有良好的基础, 他怎么可能突破五神之境? 现在该测试一下, 我现在到底有多大力气? 想到这里, 秦明走到一旁的侧立青石旁, 用力搬起一块青石。 这块青石是一千斤, 秦明随意就举了起来。 太轻了。 秦明把青石往地上随意地一扔, 青石摔在地上, 发出蓬的一声, 地面被砸出了一个小洞。 单舞双绝, 第四十五章, 父亲的喜悦。 秦明又大步走到两千斤的青石边, 用力地抱起青石。 呀! 用尽全身力气, 秦明终于抱了起来。 看来我不使用灵气, 极限力量就是两千斤左右。 平常的五十九层, 只有一千斤力量。 我比他们力气大了一倍。 混员弓, 果然是一本不错的弓法。 我果然, 没有选择错。 要知道, 现在秦明才刚刚一次轮回, 要是等到第十次, 秦明的力量肯定比其他舞者大得多。 秦明除了力气大以外, 身体的防御力也是大增。 要是我练到第十次, 估计普通的五十九层打我, 我都没有任何感觉。 秦明摸了摸自己的皮肤, 难难道, 混员工, 同级无敌。 至于能不能越级挑战, 秦明觉得, 第十次应该可以。 整了整着装, 秦明大步地走了出去。 少爷, 老爷在书房等你。 一个秦家的家仆, 早就等在外面, 看到秦明出来, 连忙行李道。 找我? 秦明笑了笑好, 我这就去。 父亲, 你找我什么事? 推开书房的大门, 秦明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秦妇说道。 秦妇听到声音, 把正在看的书收了起来, 道, 米儿, 你来了? 听说你昨天一整个晚上都在你师父那里。 你是不是在和师父学习炼丹? 是的。 秦明强忍住笑, 说道, 没有想到父亲在关心这个, 我倒是想和师父他老人家学习炼丹, 可他老人家没有东西教我了。 好好, 听到秦明肯定地回答, 情冤大喜, 然后紧张地看着秦明, 问道, 那你的炼丹天赋怎么样? 我的炼丹天赋啊, 秦明歪着头, 想了一下, 说道, 我的炼丹天赋还可以, 师父说, 我的灵根是火系极品引灵根, 对火焰控制力很强, 很适合炼丹, 我现在都能炼制一品炼气丹了呢。 真的? 秦渊兴奋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走, 和我去祠堂。 今天又不是什么重要日子, 去祠堂做什么? 秦明疑惑地问道, 我儿有这样的天赋, 我们当然要告诉祖宗, 让列祖列宗也高兴高兴。 秦渊大笑地说道, 很快, 秦渊和秦明就换了一身黑衣, 来到了秦家的祭堂。 秦明, 这些都是为我们秦家奋斗的列祖列宗, 每年我们都祭拜, 相信你也不陌生。 陌生, 怎么可能不陌生? 毕竟, 我都一万多年没有来过了。 前世, 秦家被灭, 祠堂也被毁了, 就算是想要拜祭, 也没有办法。 来, 和我们一起祭拜。 秦渊跪倒在祭堂前面的一个蒲团上, 秦明也是有样学样, 他虽然是单神, 还是愿意跪拜祖宗的。 毕竟, 哪怕他达到单神之境, 他还是秦家子弟, 流淌着秦家的血。 列祖列宗, 今天我秦渊有喜事, 要告诉列祖列宗。 多谢这些年列祖列宗的保佑, 我们秦家出现了一个炼丹士。 现在, 我带着他来看你们了, 希望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秦渊说完, 向着列祖列宗, 磕了几个响头。 这个时候, 秦渊哪里有半点的家主威严, 他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 丹武双绝, 第四十六章, 金锁十三元灵宫, 秦明也是学着父亲的样子, 给列祖列宗磕头。 这就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不是一两个人的家族, 而是整个血脉的家族。 秦明现在终于懂了, 为什么那些世家子弟, 对家族看得这么重。 这是一种精神, 一种为家族拼搏的精神。 家族中的每个人都为了家族奋斗, 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这样的家族, 怎么可能不会成为大陆的一霸? 估计, 那些宗门, 那些王朝, 也和这些家族一样。 这是第一次, 父亲这么严肃地带他过来, 以前家族祭拜, 也仅仅只是在过节的时候, 一年一次, 每次整个家族的人都参加。 秦明, 你要知道, 你身体里面流淌着秦家的血, 你是我儿子, 以后, 整个秦家我就会传给你。 你即是秦家, 秦家即是你。 秦渊郑重其事地说道, 他感觉秦明已经长大, 是时候正式接受秦家的事物了, 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 秦明也可以撑起整个秦家。 是, 父亲。 秦明重重地点头, 他对整个秦家是非常有感情的,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地爱戴他, 值得他去守护。 在这里长大, 在这里成长, 这里就是他的根。 很好。 秦渊站了起来, 说道, 秦明, 你现在的舞蹈修为怎么样? 刚刚听说秦明的灵根, 是极品的引灵根, 秦渊就知道, 秦明的舞蹈天赋也很好。 我舞蹈修为是舞室九层。 秦明摸了摸头, 说道, 舞室九层? 秦渊差点没吓死。 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三天前秦明的修为才是舞室一层, 现在, 已经舞室九层了。 这, 一天三层, 其实, 是我的功法有些特殊, 我还会降下来的。 秦明不好意思地说道, 会降下来, 秦渊皱了皱眉头, 不会对你的身体, 有什么影响吧? 不会。 秦明摇了摇头, 对我的身体, 不但没有影响, 还会有好处。 这是我功法的特殊性, 我不但会降一次, 还会降九次。 九次? 秦渊有些错, 这功法, 居然要练这么多次,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晋级舞室? 同时, 心里有些担心, 这功法到底怎么样? 居然需要练习十次, 要不要儿子换一门功法? 我大概需要一个月, 才能晋级舞室觐见, 嗯, 也许不要一个月, 是有点慢。 秦明摸了摸鼻子说道, 一个月晋级到舞室, 这还慢? 秦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对了, 父亲, 这是师父给我的, 让我转交给你。 秦明把一本小册子, 和一个玉瓶递给父亲。 空间戒指, 秦渊看到秦明从戒指中, 把物品拿出来, 有些吃惊, 然后说道, 秦明, 你师父对你这么好, 你可一定要好好地听师父的话。 秦父以为, 空间戒指, 是清劳给秦明的。 是, 父亲, 你快点看看, 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秦明只有点头, 秦渊笑了笑, 然后慢慢地翻开了小册子。 金锁十三元灵宫, 天极功法, 可以比普通, 功法多十三倍灵气。 看到飞夜上的这几个字, 秦渊严孔猛烈一缩。 这是, 天极功法。 秦。 丹武双绝, 第四十七章, 五王。 秦明, 你说, 这功法是哪里来的? 秦渊猛然把小册子关闭, 死死地盯着秦明。 这可是天极功法, 哪怕是陈阳城的家族, 最多也就是地极下品功法。 要是这册子上的介绍, 没有说错的话, 这应该是天极上品功法。 这种功法, 哪怕是随意地泄露一点风声, 都会引起血雨腥风。 是我师父无意中得来的, 他其实不是大武士境界, 是五王级别的强者。 只是现在受了伤, 没有办法动用五王的实力。 秦明没有办法, 只好把师父拉了出来。 五王, 五王。 秦渊在家族祠堂里踱步, 脸色激动, 又紧张。 从来没有想过, 高高在上的五王, 会有一天离自己这么近。 而且, 五王还成为了自己家族的供奉, 这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秦渊突然站直身体, 深吸了口气, 对着秦明说道, 秦明, 你这件事情, 谁都不要说起, 五王是好处, 也是灾难。 是, 父亲, 我对谁都没有说起, 就只有告诉父亲。 秦明点了点头, 对着父亲说道, 好。 秦渊, 这才冷静下来, 现在五王已经到他们家了, 不管是负还是货, 他们都要自己承担。 度过了这一劫, 他们就成龙, 度不过, 就成灰灰。 秦明, 你师父有没有说他是怎么受伤的, 仇人实力怎么样? 要把五王打伤, 只有可能也是五王, 甚至五王之上的修为, 所以秦渊才这么紧张。 师父说, 仇人只是五王, 他有办法对付, 叫我们不要担心。 秦明安慰道, 这就好, 这就好。 秦渊难难道, 二。 父亲, 你看看, 那个玉瓶里装的是什么? 秦明笑着说道, 哦? 秦渊回过神来, 也是隐隐有些期待, 五王给的东西, 不可能太差。 秦渊慢慢地打开玉瓶, 倒出了一粒丹药。 这是聚气丹, 是完美的聚气丹, 这数量是, 整整二十克。 是的, 父亲。 秦明笑道, 有这些丹药, 再加上这本天际功法, 父亲就能够突破五十境界了。 好, 哈哈, 好。 秦渊大笑起来, 想到马上就能达到梦寐以求的大五十境界, 他怎么不高兴? 秦明, 要不你也和我一起修炼这部功法吧? 要是你也修炼这部功法, 以你的资质, 估计轻而易举的, 就能达到大五十境界。 秦明摆了摆手, 父亲, 我修炼的功法可也不差, 甚至比你修炼的功法更加好。 只不过, 他修炼的速度有些慢而已, 这功法, 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慢。 秦渊摇了摇头, 一个月修炼到五十境界, 这怎么可能会慢呢? 你也这么大了, 也有自己的主见, 你只要慎重考虑了,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吧。 要是你觉得功法不对劲, 可要赶紧停止。 秦渊嘱咐道, 好的, 父亲还请放心。 秦明又说道父亲, 这部功法只能够你自己修炼, 要是外人知道我们有天际功法, 是货不是福。 秦渊看了看秦明, 道, 臭小子, 你就放心吧, 你父亲还没有老糊涂呢, 当然知道才不入白的道理。 我们家族没有强大到, 有实力保护这本功法时, 我是谁也不会告诉我。 丹武双绝第四十八章, 吞并陈家计划。 父亲, 你马上就要到达大武师境界了, 我们家族也要晋级为四大家族之一, 到时候陈家肯定捣乱, 我们还要早做打算。 秦明担忧地说道, 秦渊点了点头, 这次和陈家的两子算是结下了, 而且, 他们家族马上就开始炼制丹药了, 那么, 柳城的丹药市场, 就不是陈家一家的了。 断人钱财, 如同杀人父亲, 哪怕没有前面的矛盾, 陈家也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 他们家族的丹师, 还是大丹师级别的存在, 基本上可以碾压陈家。 陈家不敌对秦家才有鬼, 他们肯定想尽办法打倒秦家。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秦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由问向秦明, 这个儿子现在这么聪明, 也许已经有办法了。 父亲, 首先我们秦家根本不怕陈家, 只要父亲晋级大武士境界。 那么, 父亲凭借天际功法的实力, 哪怕陈家有两个大武士境界的武者, 也不一定是父亲的对手。 而我们现在又有大丹师, 在丹药这一块, 我们也不怕他们陈家, 不管是来硬的, 还是软的。 他们陈家都, 不是我们秦家的对手。 秦明说道, 秦渊分析了一下秦明的话, 觉得在理。 他们秦家, 现在可是脱胎换骨, 根本不是以前的秦家能够比拟的, 他一时间还没有把秦家摆到该有的位置。 可以这么说, 他们秦家现在的实力, 可一点都不比陈家的差。 父亲, 只不过, 我不想秦家和陈家应来。 秦明拱了拱, 说, 说道, 哦? 秦渊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呢? 你刚刚不是说, 我们比陈家实力强, 为什么又不想打呢? 秦明笑了笑说道, 父亲, 我不是说不打, 而是觉得, 我们这样和陈家对战, 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 陈家毕竟是柳城的三大家族之一, 实力也是, 不容小看, 就算我们能够打赢, 估计也是伤筋动骨。 最关键的是, 我们秦家的, 底蕴太差, 根本就吞并不了陈家。 吞并陈家, 秦渊心脏猛然剧烈跳动起来。 以前, 陈家可一直都是他仰望的存在, 现在秦家居然开始谋划着, 吞并陈家了。 要是能够吞并陈家, 那么他们秦家, 就可谓是一步登顶了。 最少在柳城是这样, 这就是秦明现在的谋划。 上次他灭了赵家, 他们秦家一点好处都没有, 赵家所有的商铺, 所有的矿产, 都被其他的三大家族和城主分了。 他们秦家的底蕴太差, 就算是想抢, 都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人手。 只要把陈家吞并, 那么, 秦家就可以成为柳城的三大家族之一, 是真正的崛起。 秦渊又开始夺不起来,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家族可以吞并陈家, 现在猛然告诉他, 秦家的实力, 已经是柳城的巨头了。 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他怎么能够冷静下来? 你有什么计划? 秦渊沉生地问道, 既然儿子这样说, 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现在还是先听听儿子的计划再说。 秦明组织了下语言, 开始说了起来。 丹武双绝, 第49章, 欧阳家族。 父亲, 我们家族哪怕实力比陈家强, 也没有达到碾压的地步。 陈家是三大家族之一, 他们的底蕴不是我们能比的, 要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棍子打死他, 就会起很多波澜, 所以, 单单凭借我们秦家, 根本不可能吞并陈家, 我们还需要借助外力。 秦渊点了点头, 确实, 不是实力比陈家强, 就可以吞并他, 要是这么简单。 那陈家早就被吞并了。 关键要把陈家灭了之后, 自己还不能有太大的损失。 要知道, 城主和其他的世家也不是吃干饭的, 秦家损失太多。 那些野狼闻到血腥味, 可是会蜂拥而至。 柳城的四大家族, 其中赵家已经被灭了, 现在成为三大家族。 陈家, 王家, 欧阳家, 王家和陈家一样霸道, 他们是不可能和我们合作的。 那么, 现在我们能够合作的, 其实只有欧阳家了。 秦明陈生说道, 可是, 欧阳家家主已经不管事多年, 他凭什么帮助我们? 秦渊皱了皱眉头, 说道, 秦明哈哈一笑, 说道, 父亲, 此一时比一时, 欧阳家想要不管事, 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可是, 吞了赵家那么多商铺, 怎么可能不管事? 他们只不过是, 做了一个姿态而已。 真的关系到家族的利益时, 他们怎么可能不管事? 秦明活了一万多年, 什么样的家族没有见过? 这种不管事的家族, 秦明见多了, 这种家族之所以不管事, 还不是没有什么利益。 上次赵家被灭, 不管事的欧阳家主, 不照样主持了吞并赵家商铺。 而且, 现在我们要动的可是陈家, 现在的三大家族之一。 只要我们动, 手, 整个柳城就会乱起来, 就算是欧阳家族, 想置身事外, 都是不可能。 秦明理所当然道, 秦渊叹了口气, 道, 想不到啊, 我儿子比我还看得透彻, 老了呀。 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是心里却是相当的高兴, 儿子有本事, 最高兴的就是他。 秦渊有种老天开眼的感觉, 以前的秦明虽然也很聪明, 可远远不到这种地步。 以前的聪明更多只是小聪明, 而现在就像是老妖怪一样。 要不是秦渊看到的是自己儿子, 感觉上也没有错。 他还以为自己在和那些老妖怪说话呢。 你是怎么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彻的? 秦渊好奇地问道, 这算什么? 这才哪到哪? 真正的本事还没有使出来呢? 这些都是师父教导的功劳。 秦明说道, 反正师父是五王境界, 父亲对五王境界的强者又不懂, 直接推在师父身上就行。 秦渊点了点头, 既然是五王教导的, 那就是正常的。 那应该怎么和欧阳家族联合呢? 陈家是什么人? 父亲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欧阳家族是不可能站陈家那边的。 秦明淡淡地说道, 丹武双绝, 第五是章, 小册子。 秦渊点了点头, 陈家的霸道是出了名的, 相比他们秦家, 欧阳家族站在陈家那边, 一点好处都没有。 秦明又继续说道, 除了这个, 欧阳家族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的潜力。 我们秦家只要大单师还在, 那么, 我们秦家就是不败的存在。 就算是我们秦家输了, 我们只要到陈阳城待一段时间, 还是能够很轻易地站起来。 而陈家做不到, 他们的单师只是单师境界而已。 陈阳城可是有很多单师境界的单要师。 父亲, 我建议, 一早不一迟, 我现在就去拜访欧阳家。 你要早点修炼, 争取一举突破武师境界, 达到大武师。 你去! 秦渊有些不放心。 这件事情, 还是我亲自去吧。 秦明摇了摇头, 我去才是最好的, 怎么说我都是小辈? 哪怕是欧阳家族不答应, 也没有什么。 可是父亲是什么身份? 要是您亲自去, 欧阳家族就是骑虎难下了。 欧阳家族不答应, 就得罪了我们, 就相当于是站在陈家那边了。 这会给欧阳家族一种胁迫的感觉。 我要是没有成功, 父亲在邪晋升大武师境界的气势过去, 再和欧阳家族谈判, 这样会好很多。 秦渊想了想, 还真是这个道理。 他去的话, 就是以秦家家主的身份。 这样, 欧阳家主也就不好拒绝。 而秦明不同, 首先是他的身份地位已经达到。 他是大丹师的弟子, 是秦家未来的继承人。 其次, 他还仅仅只是个晚辈, 什么话都能说, 哪怕是欧阳家族不答应, 秦家也有后退的余地。 不管是成功, 还是失败, 秦明去都是最好的人选。 既然这样,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成功固然好, 就算是失败, 也没有关系。 我们秦家一天比一天强, 根本就不怕陈家。 秦渊沉声说道, 秦明拱了拱手。 那父亲, 我现在去了, 还请你把上次师父炼制的聚气丹给我。 你要聚气丹做什么? 秦渊不由纳闷到, 秦明才武士境界, 也用不到聚气丹啊。 父亲, 我想要作为礼物送给欧阳家, 总要有些东西, 作为威慑的。 秦明继续道, 好, 给你。 秦渊点了点头, 把上次青年炼制的丹药, 递给了秦明。 秦明接过丹药后, 就给父亲行了个礼, 退了出去。 等秦明走后, 祠堂的秦渊再也忍不住, 拿出那本小册子翻了起来。 真是暴殲天物, 天极上品功法, 居然用小册子写。 不过字倒是挺好看的, 一看就是出自明家之手。 秦渊看着小册子, 嘴里嘀咕道, 他是不知道, 这种功法对于秦明来说, 多的是。 作为前世的丹地级别的存在, 多少强者带着天极功法而来, 只是想请求他炼制一炉丹药。 寻常的功法, 他已经看得不想看了。 只有比较强的, 比较稀奇的功法, 才能够入得了秦明的眼。 秦明可是当时大陆上, 最出名, 实力最强的丹地。 他是除了神级丹药以外, 所有的丹药, 只要有丹方, 就能炼制。 而且还无一败计, 让世人惊叹, 被誉为丹神之下的第一人。 多少人想要和他交朋友, 他都看不上。 所以, 这种天极功法, 秦明根本就不珍惜, 用小册子写, 已经是对得起他了。 没有用曹子写, 就不错了。 丹舞双绝, 第五十一章, 欧阳家族。 秦明走出家族祠堂之后, 就向着欧阳家族而去。 哥哥, 你去哪儿? 正在秦家门口玩的秦秦, 看到秦明往外走, 不由好奇地问道。 秦明摸了摸秦秦的头, 笑着道, 我打算去欧阳家族玩玩? 怎么样? 你想不想去? 好啊, 好啊。 秦秦高兴地手舞足蹈。 你不知道, 我一个人是多么的无聊, 家族的人都有事, 都不陪我玩。 只要哥哥最好了, 经常陪我。 秦明头上满是黑线, 秦家人那是有事吗? 那是在修炼。 秦家人都是舞者, 修炼是第一大事。 除了修炼, 就是修炼, 哪里有时间陪妹妹玩? 有时间的, 只有那些侍女和仆人了。 可是侍女和仆人, 那是有等级之分, 是绝对不敢和大小姐一起玩的。 那, 我们走吧。 秦明拉着秦秦的手, 像小时候一样, 带着妹妹出门了。 很快, 秦明和秦秦就来到了欧阳家。 欧阳家面前门可罗雀, 还是真有点不问世事的样子, 最少, 欧阳家姿态做到了。 晚辈秦家秦明, 想要拜访欧阳老爷子, 还请通报。 秦明站在门口, 地上拜帖, 淡淡地说道。 门口有两个家仆正在守门, 看了看拜帖, 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家仆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家主现在不见客,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您还是请回吧。 秦明没有收回拜帖, 而是继续说道。 晚辈, 丹徒, 大丹师弟子, 拜会欧阳家族老爷子, 还请通报。 什么? 大丹师? 本来一脸不耐烦的欧阳家仆, 听到这话, 马上打起, 换了一副脸色。 你里面请, 小的现在就去给你通报。 二, 他不怕面前少年是骗子, 敢骗欧阳家族的人, 晾这小子也没这么大胆子。 秦明点了点头, 大步朝着欧阳家走了进去。 客人您到这里坐, 已经有人去通报了, 您要喝点什么? 我们这里有各种茶水。 家仆把秦明带到一个亭子, 请秦明和秦晴坐下之后, 问道, 随意两杯茶水就行。 秦明淡淡道, 家仆行了个礼, 马上去吩咐。 片刻, 侍女就端着两杯茶水走了过来。 秦明和秦晴喝着茶水, 看着周围的风景, 悠哉悠哉。 片刻, 刚刚那个去通报的家仆跑了过来, 恭敬道, 秦少爷, 欧阳老爷子有请。 秦明点了点头, 在家仆的带领下, 和妹妹到了欧阳家族的议事大厅。 这就是秦明, 秦家的麒麟, 果然年少有为。 一个老者看到秦明和秦晴过来, 笑着道, 晚辈秦明邪妹妹, 拜见欧阳老爷子。 秦明拱了拱手, 道, 秦晴当然也和秦明一样, 有样学样。 好。 欧阳家族, 伸手虚应秦明, 还请里面坐。 秦明就和妹妹, 跟着欧阳家族身后, 来到了议事大厅。 在前面走的欧阳家族, 其实现在很有点纳闷。 看秦明这个驾驶, 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他商量。 可是, 他却是带着妹妹过来的。 又有点像是过来玩, 真让人想不通。 他哪里知道, 秦明只是看到妹妹无聊, 才带着妹妹的。 至于和欧阳家谈论的事情, 跟妹妹比起来, 什么都不算。 最少, 在秦明心里, 哪怕把柳城的所有势力夹起来, 都不值妹妹的一根汗毛。 单舞双绝, 第五十二章, 欧阳家主。 等到了礼物, 欧阳家主坐在主位上, 向秦明说道。 秦明, 你们也坐。 秦明点了点头, 带着妹妹坐了下来。 老爷子, 这次我们秦家为欧阳家准备了一份礼物, 还请您收下。 说完, 秦明拿出一个玉瓶, 递给了欧阳家主。 这是, 欧阳家主好奇地打开玉瓶, 一股清香传了出来。 闻到香味他就知道, 这是丹药, 而且还是炼制不久的丹药。 果然, 倒出里面的东西, 一颗颗聚气丹出现在他手中。 这是我师父炼制的, 整整时刻。 都是上品聚气丹。 秦明淡然地说道。 秦明的声音不大, 可是对欧阳家主来说, 这句话的每个字, 都像是自己出现在他的心中。 他师父炼制的。 能够炼制上品聚气丹, 那可是了不起的存在。 有这种级别的丹师, 作为秦明的师父, 秦明要腾飞啊。 秦明腾飞, 就意味着秦家腾飞。 而且, 要是这种级别的丹师加盟秦家, 一段时间之后, 秦家就能直接成为柳城的四大家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欧阳家族瞪大了眼睛看着秦明。 秦明送这么珍贵的礼物, 显然是别有用意。 什么都不送, 直接送师父炼制的丹药, 这是大有深意啊。 秦明笑了笑, 道, 晚辈能有什么意思, 只是想要和欧阳家族合作而已。 合作? 合作什么? 欧阳家族问道, 当然是合作经营丹药。 欧阳家族不想把整个柳城的丹药市场都统一了吗? 秦, 明淡淡地说道, 整个柳城利润最大的就是丹药市场, 三大家族和城主把持着整个市场, 留下了一点汤汤水水给下面的几个家族分。 欧阳家族听到秦明的话, 整个友谊症, 他没有想到秦明会说出这样的话。 会这么的有野心? 欧阳家族想了想, 突然一拍桌子, 站起来说道, 好你的秦明, 你合作是假, 想要吞并陈家是真。 没有想到啊, 你这么有胆量, 欧阳家族已经想明白了, 想要统一整个丹药市场。 那么, 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陈家, 现在柳城通往陈阳城道路被封死, 陈家在柳城可谓是如日中天, 推出这个计划, 就是把陈家往死里得罪。 那么, 秦明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想要和陈家为敌。 现在, 秦明送他丹药, 和他分云丹药的利润, 显然是要拉欧阳家族, 上秦家的战船。 秦明这么大的动作, 那么必然有大的诉求, 想来想去, 也只有整个陈家, 才足够满足他的胃口。 秦明, 你就不怕秦家吃撑了? 欧阳家主喝道, 秦秦整个人都是蒙比的,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一直盛传喜怒不形余色的欧阳家主, 发这么大的火, 这么激动? 哥哥到底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每个字我都听得懂? 可是加起来, 我就听不懂了。 秦明淡淡一笑, 道, 称死总比饿死强, 我相信, 我们秦家加上欧阳家, 能够有这么好的胃口, 把这些都吃下。 欧阳家主可没有秦明那么淡然, 他来回地在大厅中走动, 显然是在分析利弊。 丹舞双绝, 第五十三章, 结盟成功。 欧阳老爷子, 你估计也是看出来了, 柳城现在可是多事之秋, 不是躲能够躲开的, 既然躲不开, 何不先下守围墙, 实际错过了, 可就没有了哦。 秦明笑着说道, 他知道, 欧阳家主已经动心了, 一个能够炼制上品聚气单的大单师, 足够让欧阳家主拼一把了。 欧阳家主看向秦明, 说道, 秦家小子, 你说, 我上了你秦家的贼船, 能够下来吗? 秦明笑了笑, 他知道成了, 不过, 这样还不够, 还需要最后一把火。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父亲, 他马上要突破大武士境界了。 什么? 欧阳家族一正, 问道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 有海量的上品聚气单, 我父亲怎么可能晋升不了大武士境界? 秦明自信地说道, 这就是大单师的珍贵之处, 只要有一个大武士, 家族就能够生产源源不断的聚气单。 海量的聚气单供应下, 这样的家族怎么可能不强? 要是欧阳家族有大单师加盟, 欧阳家族都可以朝陈阳城的大家族冲刺了。 你师父加入秦家了? 欧阳家主不敢置信地问道, 秦明点了点头,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天赋! 秦明自信地说道, 我学习炼丹才七天, 现在已经是炼徒了, 师父是看在我面子上, 才加入秦家的。 假以时日, 我也能够达到我师父的境界。 好, 欧阳家主一拍桌子, 贺道, 我们结盟。 欧阳家? 主还是这么的霸气, 果然江湖中的传言不虚。 秦明大笑着说道, 江湖中是怎么传我的?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欧阳家主大笑, 好你个秦家小子, 要是我儿子有你一半能耐, 我就可以安心入土了。 老爷子说笑了, 欧阳家族还没有成为陈阳城的大家族, 您怎么可能会先去呢? 秦明道, 只要欧阳老爷子相信我秦明, 我一定把欧阳家族和秦家带入璀璨的未来。 好, 欧阳家主大笑, 借你吉言。 秦明, 既要我们两家结盟, 那么就要具体地商量一下利益分配, 还有怎么个结盟法? 你能代表秦家吗? 当然, 秦明点了点头, 我是秦家未来的继承人, 又是单途, 怎么可能不能代表秦家? 那就好, 等一下我把长老们都集合起来, 我们来具体商讨一下结盟的事业。 欧阳家族说道, 秦明摆了摆手, 道, 欧阳老爷子, 这样可不行商讨结盟的具体事业。 这可是一件大事, 我们秦家也需要集合长老, 您看要不这样, 我们安排点时间。 我们两家就在聚先楼商讨。 欧阳家族想了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要是和秦明商讨不了解的人, 还会说他们偌大的欧阳家, 欺负小孩子。 把两家有权势的人集合起来, 到聚先楼商讨, 这是最好的办法。 那好, 就这样说定了。 我们明天上午, 到聚先楼商讨两家结盟的事业。 好一言为定。 秦明和欧阳家族机长。 单舞双绝第五十四章, 情妇突破。 柳城, 城主福。 城主坐在书房内, 认真地看着一本书。 外人看来, 城主这是勤勤恳恳。 实际上, 城主看的是他产业这段时间的进涨。 呲呲, 不错。 自从吞并了赵家的一部分产业后, 我每天的进涨就更多了。 还有这次通往陈阳城道路被封, 也是好事。 和陈家合作, 每天都有大笔的临时进涨。 嗯, 不错。 城主感觉最近的生活很美好, 每天数临时之时, 就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看来, 我还可以那个小妾了。 正在他想象美好的未来时, 急促地敲门声, 响起。 城主眉头一皱。 进来。 一个老者走了进来, 正是他的管家。 老爷, 大事不好了。 趴城主把桌子狠狠地一拍, 道。 我看到你就烦, 你就不能报些好消息, 每次都是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 是, 是。 老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说道。 说吧, 到底是什么消息, 把你慌成这样。 城主把账本往桌子上一丢, 随意道。 老管家这才小心翼翼倒。 老爷, 听下人打听来的消息, 秦家有一个大丹师加盟, 而且还是一个能够炼制上品, 聚气丹的大丹师。 什么? 城主猛然站了起来, 哪里还有半点悠哉悠哉, 你怎么不早说? 我倒是想一进来就说, 不是你让我, 老管家嘀咕着。 城主没有听到老管家的嘀咕, 而是继续问道,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在刚刚, 老管家答道, 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啊。 城主在书房里踱步,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丹师会把整个柳城的格局都打破, 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至于威胁大丹师, 要他不跟秦家合作,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是不想活了, 丹道联盟可不是吃素的。 要是他敢这么做, 明天估计就被人埋了。 走! 去陈家。 城主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定, 柳城的夜晚还是那么的僻静, 可秦家现在确实灯火通明, 一个个秦家子弟都是焦急地在大厅等候着, 就连德高望重的长老, 也是安静地坐在大厅之中, 只是那扶着椅子的手, 轻微地颤抖着, 显然内心也是极不平静。 结束了, 结束了, 有人高声喊道, 听到这话, 所有的长老连忙朝着闭关室跑去, 闭关室外, 几个长老正看守着, 等待着礼物的人出来, 支呀! 闭关室的门被推开, 一身黑衣的秦渊走了出来, 秦渊迎着众人的目光, 斩钉截铁地道, 信不如使命! 好! 几个长老大声地吼道, 其他的秦家子弟, 也是高兴地欢呼雀跃。 秦明带着笑意地看着父亲, 父亲一出来, 他就感觉到了, 父亲已经达到了大武师境界。 父亲的天赋其实不差, 只是, 秦家的物质条件太差, 才造成父亲迟迟不能突破。 现在聚气丹和天际功法补齐, 父亲修为还不是蹭蹭地往上涨。 刚刚突破到大武师一层, 相信, 过段时间, 父亲又能继续突破。 丹武双绝, 第五十五章, 新开店铺。 家主, 晚宴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长老走出人群, 对着秦渊说道, 走, 我们去好好庆祝。 秦渊带头向着前面走去。 好, 好。 一个个秦家弟子都非常兴奋。 秦家家主的突破, 代表着秦家更加强大, 也代表着秦家能够获得更多资源。 更代表着安全。 身为秦家的一份子, 他们怎么可能不兴奋? 哇! 又可以吃好吃的了。 秦秦摸了摸饿扁了的肚子, 小声道。 秦明好笑地摸了摸秦秦的头, 估计小姑娘不是很懂, 秦家人到底在兴奋什么吧? 也许有点懂, 只是没有清楚的认识。 这个世界, 实力代表一切。 大武师境界的秦父, 代表着秦家终于可以向着柳城的四大家族冲击了。 依靠大丹师, 总有那么点不稳妥。 一是大丹师, 毕竟是外人。 二是, 虽然大丹师的武道修为达到了大武师的境界, 可他毕竟是丹师, 和家族合作也只是丹药方面。 根本没有义务为家族出手。 第二天, 秦明结束修炼, 就来到食堂吃饭边吃饭边等待秦秦。 他和妹妹约好了, 今天去逛街。 哥, 你这么早就起床了? 片刻, 妹妹秦秦走了过来, 看到哥哥正在等他, 立马跑过来。 你以为都像你一样? 小懒虫? 秦明捏了下秦秦的鼻子, 笑着说道, 哼, 人家才不是小懒虫, 只是昨天晚上, 我睡得太晚, 今天起不来吗? 昨天秦家一直庆祝到半夜, 秦秦也是迟到半夜, 妹妹昨天都快玩疯了。 比二, 好了, 那我们出去吧。 秦明摇了摇头, 牵着妹妹的手, 向着外面走去。 这几天, 家族新开了几家店铺, 秦明打算好好看看。 店铺增加了收零职的业务, 秦家现在有自己的炼丹师了, 对零职的需求很大。 除了一部分在陈阳城采购外, 大部分都是向柳城的武者收购。 陈阳城封路, 只是不允许他们购买丹药, 其他的倒没有禁止。 要是什么都禁止, 估计整个柳城的所有势力, 就要联合起来, 共同讨伐这些盗贼了。 现在之所以没有讨伐, 一方面是城主有利可图, 还巴不得一直封路。 另一方面, 也是这些盗贼做得不过火, 除了丹药以为, 其他的都允许过来。 可, 听说我们家族现在新开了很多店铺, 是不是真的呀? 秦秦好奇地问道, 他对家族的事情不是太关心, 这些事都是他昨天听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才问秦明。 秦明可是家主的继承人, 对家族的大事都很清楚。 秦明点了点头, 是的, 我们家族现在在大力的收购店铺, 新开了好几家, 后续还会继续开。 其实秦明的想法, 是直接吞并陈家的商铺。 现在开的这些商铺, 位置都不是很好, 好位置都被几个家族和城主占据了。 不过, 这些商铺很便宜, 也能够增加家族的底蕴, 秦明也就没有反对。 那我们去新开的商铺那里玩下吧。 作为秦家的大小姐, 我可不能连家族的商铺都不认识。 秦秦笑着说道, 秦明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 他不就是刚刚重生的时候, 对家族的产业不熟悉吗? 用得着这样挖苦他。 丹五双绝第五十六章, 秦家现在面临的威胁。 现在, 他对秦家的实力, 以及自己能够掌握的力量,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首先, 他有的优势是, 他师父是丹王, 可以为家族炼制很多好丹药, 可以快速地提升家族的实力。 而且, 有的时候, 秦明也可以借助师父的名义, 给家族些好处。 比如丹药, 功法之类的, 就像是上次他给父亲的那些东西。 以后, 还可以继续给些丹药给父亲。 第二个优势是, 他是丹神境, 又有丹神之体。 只要他突破五世境界, 达到五师, 那么他就可以利用丹神之体, 短暂成为武灵。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武灵, 不像他师父。 虽然是武王, 可身重剧毒, 又丹田破碎, 根本就用不出武王的实力。 就算短暂地能够用出来, 也是在往死路上更进一步。 秦明是绝对不让师父使用的, 哪怕他多辛苦一点。 这两大优势都是秦家的底蕴, 只能是对秦家未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而现在, 最重要的是提升实力。 秦家的实力还是太薄弱了, 他又不能随意地暴露实力。 这个世界可是相当危险的, 要是他一个个刚刚成年的少年, 就有武林级别的实力。 那么, 估计大陆上的一些老怪物都会出手, 逼问他的秘密。 到时候, 不但是他危险, 秦家也会有很大的危险。 现在, 整个秦家虽然看起来蒸蒸日上, 其实是处在巨大的危险中。 首先是来自师父的仇人, 那可是武王级别的存在。 随便动用些实力, 就可以灭了他们秦家。 嗨, 好, 也许是那仇人知道师父身中剧毒, 所以没有追击。 就像是上辈子一样, 师父也是毒发身亡, 也没有受到武王的追杀。 毕竟, 就算是他和师父两人逃到原大陆去, 对于武王来说, 只要想追, 只要付出些许代价, 还是能够追上的。 所以, 对于师父的仇人, 现在倒是不用多担心。 只要他达到武师境界, 再利用单神之体, 寻常的武林境界高手过来, 他都不会担心。 如果师父的仇人亲自, 估计师父就算是拼着身体受损, 也要灭了那个畜生。 秦家的第二个威胁, 就是蝎子图案的势力。 秦明把那个神秘人杀了, 而且还把赵家灭门, 估计, 那个神秘的势力, 还没收到消息吧? 只不过, 他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办事效率上, 这个危机, 秦家总是要面对的。 相比于师父的那个仇人, 秦明更加担心, 这个神秘的势力。 秦明有一种感觉, 这个神秘势力不简单。 那个神秘人身后印着的蝎子图案, 给秦明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秦明活了一万多年, 可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图案。 可以想象, 这种图案隐藏的背后势力, 隐藏得有多深。 这个势力, 为什么要隐藏呢? 秦明一直都想不明白, 要是耐够把这种图的技术开发出来, 这估计是一种不亚于阵法的能力。 大大的增强了舞者的实力, 一定会得到舞者的青睐。 秦家的第三个, 不是威胁的威胁, 就是陈家和城主。 这些都是秦明给秦家的考验和磨难。 只有经历了这节, 秦家才能够浴火重生。 丹武双绝第57章, 来自陈家丹师的挑衅。 正想着, 秦家商铺到了。 大公子! 一个个仆人显然都认识秦明, 看到秦明走过来后, 都是大声地打着招呼。 秦明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这间店铺是卖什么的? 秦秦好奇地问道, 小姐您说笑了, 我们秦家所有的商铺, 都是卖单要的, 现在的商铺, 只是增加了一个收零值的业务。 本质上还是没变的。 这间店的管事笑着道, 也是秦秦平时对下人都很好, 这些人才敢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 秦秦听到这话, 吐了吐舌头, 不好意思地躲在秦明背后。 不过, 大公子,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给您汇报, 陈家在街对面开了一间店铺, 而且, 其他店铺的附近, 都有陈家开设的店铺。 管事突然想起什么, 正色道, 哦? 秦明转过头, 看向街对面, 果然, 那里就有一间新开的店正在装修。 看装修风格, 这显然也是一间单要铺。 他们居然这么快就开始反击了, 果然, 能够成为柳城三大家族, 都不是好相遇的。 秦明点了点头, 安慰道, 你们放心, 不用担心陈家, 一切由我。 是, 众人齐声回道, 走吧。 秦明拿着秦琴的手, 向着秦家方向走去。 今天秦家可是大宴宾客, 他们作为主人, 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而他作为少主, 是不能出来太长时间的。 父亲和一部分长老, 可都去巨仙楼, 和欧阳家族谈事情了。 整个家族能够做主的, 就只有几个长老和他。 还好是晚上开庆典, 要是, 白天开, 估计他们和欧阳家族的约好的时间, 就要更改了。 秦明想到父亲会突破, 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看来, 父亲也有些等不及了。 晚上, 秦家灯火通明, 一辆辆豪华马车停在秦家门口。 秦家内人声鼎沸, 很多家族都是带着礼物, 过来拜访秦家。 现在, 柳城和陈阳城的道路被封, 秦家又出现了一个大丹师, 秦家家主又晋升大武师。 这些家族看到利益, 当然是络绎不绝的拜访, 何况今天是家主晋升大武师的庆典, 他们当然要趁着这个时间好好的结交。 张家家主邪内人来访, 送上临时三百块, 各种临值百份。 赵家家主来访, 送上临时两百块, 各种临值五十份。 秦家族, 恭喜恭喜。 一个柳城的小家族, 携带着礼物, 来到秦家, 对着迎宾的情愿笑着道。 谢谢, 里面请。 秦渊笑着回礼, 作为秦家家主, 大武师境界的舞者, 能够有资格和他说话的, 最少都是家主级别。 欧阳家族来访, 携带零十万块, 各种临值千份。 高昂的声音响起, 整个大厅猛然一惊。 欧阳家族来了, 还带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看来那个传言是真的。 是啊, 我也听说, 今天欧阳家族和秦家结盟了, 看来秦家已经是柳城的四大家族了。 宴会的各个宾客讨论着, 柳城本来就不大, 何况秦家和欧阳家族这么大的动作, 这些消息灵通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恭喜, 恭喜。 欧阳家主带着几个长老走了进来, 笑着道。 单舞双绝第58章, 城主和陈家。 家主秦渊也是赶紧迎了过去, 同时回礼道。 谢谢, 还请上座。 你忙你的, 不用招待我。 我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 欧阳老爷子开玩笑道, 就应该当自己家, 应该当自己家。 来人, 还不快点给老爷子上茶。 秦渊大声吩咐道, 看着在那里笑呵呵的秦渊, 勤勤把小声嘀咕道。 全迷? 可不是吗? 秦渊自从宴会开始, 整个人都异常兴奋。 显然, 他对这种恭维声, 是真心的喜欢。 秦渊作为秦渊的女儿, 也是最了解自己的父亲。 直到秦渊好面子, 喜欢权力, 喜欢别人的恭维。 这也是为什么, 秦明一定要父亲和长老们一起, 和欧阳家讨论结盟的事。 要是赵秦明的想法, 这种无所谓的结盟, 自己看着办就行了。 哪里还要专门地在巨仙楼艳客? 他可是单神, 对欧阳家族这种势力, 根本看不上。 要不是, 为了锻炼一下秦家, 秦明直接就建立一个, 比秦家更加牛的势力了。 不过, 依托秦家做事, 对秦明也是有很多好处。 最少秦家的这些实力, 可以光明正大的用, 秦明要是自己创建势力, 也只能在暗处。 正在这时, 一声又是一声通报声传来。 陈家家主和城主联媚来访, 邪灵十百, 百快! 闹事的来了。 是啊, 这么有头有脸的人物, 只带百快零食过来, 这显然是来砸场子的。 看来, 今天有好戏看了, 秦家想要晋升柳城的第四大家族。 还要做过这一场啊。 一个个宾客, 心里都是清白着的, 知道城主和陈家, 这是在给秦家下马威。 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秦明, 听到这声喊声, 猛然睁开了眼睛。 果然来了, 他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 秦渊, 恭喜啊, 没有想到你这么快, 就晋级大武士境界了, 晋级得太快, 不会有什么隐患吧? 这是我们陈家丹师的徒弟, 姬吾, 他可是会些医术的, 要不请他, 给你看看。 陈家家主阴阳怪气地说道, 今天是秦家大喜的日子, 陈家家主却在这里说, 秦渊有病, 显然是来者不善。 这位就是姬吾啊。 秦渊瞥了一眼, 站在陈家家主旁边的男子, 嘲讽道, 果然是人模狗样。 你, 听到秦渊的嘲讽, 那个年轻男子, 显然休养还没到家, 被气得面红耳赤。 怎么, 我们成姓, 来祝贺, 秦家家主座位, 都不给我们安排吗? 城主贺问道, 哼, 秦渊冷哼了一声前城主, 陈家主, 还有姬吾, 请坐。 他才不把这城主放在眼里, 城主也就是代表官方势力而已, 听城主的命令, 是给官方一个面子。 不听也是正常, 只要实力达到, 再给些好处, 取而代之, 也是轻而易举。 这个世界还是以武为尊, 只要有实力, 什么都能够得到。 小小的城主之位而已, 他也是大武师境界的舞者了, 和城主平起平坐, 耍什么城主威风。 秦渊也是笑了笑, 看着城主的样子, 秦明非常不满意。 早就听说, 城主和陈家有一腿, 没有想到是真的。 丹武双绝, 第59章, 逼迫。 看来, 城主和陈家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秦明已经决定, 既然秦父喜欢权势, 那么, 就让秦父好好享受权势, 首先, 就从城主当起。 要是秦父当了城主, 那么, 整个柳城, 就是秦家的大本营了。 城主, 秦家, 再加上欧阳家, 足够掌控整个柳城。 只要把整个柳城掌控在自己手上, 那么, 秦明就能把柳城打造成秦家的大本营, 这样的秦家, 才能更加安全。 至于怎么去当城主, 秦明一点都不担心。 他师父不是大丹师吗? 他在炼这些珍贵的丹药, 随便上交些利益给皇族, 再让皇族看到他们秦家的价值。 城主之位唾手可得。 这些, 秦明活了一万多年,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无非就是利益, 你能给的利益更多, 那么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只是利益交换而已。 跟丹神比利益, 十个前城主加起来, 也是望尘莫及。 柳城城主前城主和陈家家主做好后, 看向秦明, 皮笑肉不笑道。 这位就是犬子吧? 果然人中龙凤。 秦家和欧阳家族联合, 他们得到消息, 就是秦明去撮合的。 对于秦明, 他们可谓是恨之入骨。 要是只有秦家, 他们还是比较好对付的。 现在秦明加上欧阳家族, 哪怕是他们陈家加上前城主, 也不一定能够斗得赢。 正是, 不知有何指教。 秦明也不是好相遇的, 直接问道。 听说, 您是大丹师的徒弟, 已经成为丹徒, 是不是?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秦明面无表情道。 好, 我早就听说秦家秦公子, 丹道实力高绝, 刚好秦乌实力也是不错。 你们两个都是丹徒, 他师父只是丹师。 而你师父却是大丹师, 要不让我们大家, 见识一下你们的丹道实力, 怎么样? 陈家主笑眯眯地说道, 无耻。 欧阳家主一拍桌子, 直接站了起来。 秦明他才学多长时间练丹, 而秦乌学了多长时间, 秦明怎么可能斗得过秦乌? 欧阳家主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陈家刚刚说的话里面, 是拿两个徒弟丹道水平, 对比师父的水平。 意思是, 你师父是大丹师, 要是你这个大丹师的徒弟, 输给了一个丹师的徒弟, 那么, 你师父大丹师的身份, 可就是须有其表。 所以, 欧阳家主才觉得, 陈家家主不要脸。 有本事找大丹师比斗, 找人家徒弟算什么? 陈家家主听到欧阳家主的骂声, 也没有动气, 冷冷道。 学无先后, 达者为先。 秦明, 你莫非是不敢? 秦明! 姬吾也是配合着陈家家主质问道, 男子汉大丈夫, 你到底敢不敢直接说句话? 要是敢, 我们就比。 要是不敢, 那就滚回被窝里生孩子去吧。 秦明看了看陈家家主, 又看了看姬吾, 笑了笑, 道, 怎么? 用激将法? 这点小伎俩, 他玩得都不晚了, 上不了台面。 无耻, 真无耻。 陈家这是在逼迫秦明迎战, 要是秦明不战, 估计以后都抬不了头, 心境也会受到影响。 是啊, 而且是在这么重要的日子, 要是秦明不应战, 那么这次秦家就丢人丢大发了。 宾客们都是议论了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不管是秦家还是陈家, 对他们都没有实质的影响。 他们乐意看热闹。 丹舞双绝第六十章, 完美聚弃丹。 姬吾被揭穿, 也不慌张, 这是明谋。 秦明答应, 那么他们的计划就可以执行下去。 秦明要是不答应, 他们也到达了打击秦家士气的目的。 不管答不答应, 他们都有好处。 当然, 他们还是希望秦明答应的, 这样, 他们就可以趁机吞并秦家。 要是没有了秦家, 看那个大丹师怎么影响他们。 除非大丹师自己亲自收灵职, 亲自卖单药, 姬吾书想了想, 也不直接回答秦明的话, 道, 秦明, 你就直说吧, 你到底答不答应。 秦渊生怕秦明答应, 一直给秦明识眼色。 要知道, 一个人的精气神和修炼, 可是有很大的关系。 要是秦明一直没有失败, 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那么, 他的单到实力, 就能够得到很快地提高。 要是秦明这次逗单输了, 那就会造成心理打击, 想要恢复过来, 可就得歇日子了。 如果总是受打击, 会造成心理阴影, 就会产生心魔。 造成单到实力, 一直停滞不前, 这种情况, 可是经常出现的。 特别是这些没有受过挫折的年轻人, 心理承受能力差。 秦明听到秦乌的一再逼问, 只是笑了笑, 道, 既然你要送上来找面, 那我就成全你, 我一定会为你准备好, 一顿丰盛的大餐。 跟他比单道, 这不是在找死, 秦明已经决定了, 一定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要让他输到怀疑人生, 怀疑整个世界。 这可是你说的。 秦乌听到秦明答应, 马上大喜。 秦明, 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记。 然是比斗, 怎么能没有踩头呢? 要不这样, 我出十间商铺, 你们秦家出二十间商铺, 我们来做个了断。 放心, 为了不让你们吃亏, 我们陈家拿出来的商铺, 可都是柳城位置相当好的商铺。 价值和你们二十间商铺的价值相当。 这是露出虎牙了, 没有想到, 陈家胃口这么大, 这是要把秦家直接赶出柳城啊。 秦家总共也才二十间商铺, 这些商铺要是全部输光, 秦家最少要半年才能翻身。 半年? 半年还有机会翻身吗? 在场的家主都是人精, 稍微一分析就知道陈家的目的了。 底下的家主都想到了, 秦渊怎么可能想不到? 他猛然站起来, 斩钉截铁道。 我们秦家不参加比斗。 那么, 你们就是要认输, 说你们秦家不如我们陈家。 你们大丹是有名无实了。 机无猖狂道, 城主这个时候也是站了起来, 笑呵呵道。 看来, 你们秦家的底蕴还是差了点, 干脆你们把柳城的丹药市场让出来, 免得干扰市场。 城主这是逼迫秦家答应。 好, 秦明打断还想说些什么的父亲。 道。 我觉得柳城三大家族之一的陈家, 可有点小气。 还有前城主的度量未免太小。 既然这样, 我们干脆赌大点。 再加上我这瓶聚气丹怎么样? 说着, 秦明拿出一个玉瓶, 道出几颗丹药。 完美聚气丹。 城主看到聚气丹, 瞳孔猛然一阵收缩。 请不吝点赞。 员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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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